出来的豆腐才滑嫩不一碎 油热 加肉末炒出油汁 加虫酱酱酱 再来一勺豆瓣酱 消火炒酱炒出红油 加十两个山均水 调味加莲 接近 花椒粉 生抽老头一起抽 再倒入豆腐 轻轻地推动一下 白点水分 足够两三分钟 就比较多了 这样子的麻婆豆腐 香还贵 贼手入味 你也试试吧 以后 你要是吃饭没胃口的时候 就像我这样炒的下饭菜 这个菜你要是学会了 三碗米饭都不够我吃 首先把辣椒线改的刀 切成这种大大小小的碗 炒过度油肉 爆炉鸡蛋 快速地将到滑散 锅油底油 放入三碗香米辣 煸炒出香味 爆炉青椒 加一小烧盐 将它翻炒至温散 我没见到最勇气的酱酱菜 你将有个滑度吧 爆炉鸡蛋 调味加生抽 老车 蚝油 胡椒粉 最后大火炒炒进云 就可以通过了 这样做的下饭菜 不管你是拌面条还是拌米饭 都特别的好吃下饭 往晚里倒点芝麻酱 再放点香油 烧水老抽 这样芝麻酱容易腺开 还躲在有食欲 和碗中菜酸母 小葱花 辣椒面 白芝麻 以入口油激发香味 放入加两勺生抽 以烧成醋 联合鸡精 白糖提鲜 倒入洗好的芝麻酱 搅拌整个料汁就炒好了 柳子的料汁还可以搬各种洋菜 都非常好吃 将老手的面条放点红巴丝 然后再倒上炒好的料汁 面条都做好了 简单的拌一拌机可开吃 天呐没味道 这么多